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蚯蚓被切成两端 它会变成两个多粒的生命体 这两个生命体的灵性是怎么来的 它不是两个生命体 还是一个生命体 你问这个问题问的很有趣味 为什么呢 佛给我们讲 释放三十佛共同一发生 那我们也问 释放三十佛到底是一个生命体 还是许多生命体 共同一发生 这个问题解答了 秋云这个问题解答了 是一个还是多个呢 中观论上讲得好啊 不业不易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这个你解答了 心是一个 时不是一个 你看 你看 维师学家讲八个识 讲五十余个星座 但是八个识五十余个星座 还是一个 体是一个 现在 科学家发现 有个秘密 我们从报告上看到的 叫群习习照片 这个是发现不久啊 这个照片是由两组 极光 拍摄出来的 拍摄出来这张照片 就是一个人像 一张照片 你把它撕成两半 去看的时候 两个照片里面都是完整的 人像 不就跟秋云一样 比较两个 再把它撕成四张 再撕成四 就看到四个是完整的 把它切碎到一点点 在极光铁照 还是完整的 后修发现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证实了 佛经上讲的一句话 每一列微尘里面 有完整的宇宙 为什么 它是发现 发现 没有大小 大的世界是发现 一列微尘也是发现 所以无二无别 那这个微尘里面的发现 谁能进去看看呢 跟外面大世界一样 华音经上说 普贤菩萨 能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 拜佛 那个里头有无量无边 祝佛如来 去文法 去教化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到底是大宇宙的世界 还是一微尘的世界 我们自己不知道 你这一样的世界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丘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你就明白了 信是一个 实有差别 差别就是义 信就是义 所以中观里面讲 不义不义 不能说义也不能说义 为什么呢 义不二了 义都不二了 这才是四十真相 那么不义不义